哈喽大家好,我是多资数福利部的Rina 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各种新福利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我发现很多客户因为对于福利缺乏基本的了解 疫情之前就不太明白加拿大福利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疫情之后出了各种新的政策就更运了 作为一名福利顾问,每天接待了超级多的客户 我认为非常有必要把一些经典案例拿出来警示一下大家 千万不要犯这些错误 第一位客户我们就叫他客户一 那客户一是前一段时间在CERB转EI的时候 被Service Canada这个不够智能的系统坑了一把 那大家如果有从CERB转EI的经历的话呢 可能也有所了解,那整个过程可谓是非常纠结的 那很多人都是在10月初的那段时间 像往常一样上Service Canada网站去做report 那突然发现上面显示 这是你最后一次做report 你的claim已经结束了 那这真的是晴天霹雳 我还记得那一段时间好多我们的客户都慌得不行跑来找我 那毕竟因为疫情还没过去 还没找到新的工作 EI怎么说没就没了 我当时也是一个一个安抚他们不要慌 这是CERB转到EI的正常操作 这个end of claim是说的 你的CERB claim已经结束了 那政府呢也是在把这些case一个一个重新审核之后 转入EI的case里面 大家只要在这段时间时不时登陆做report的网站 等审批过后 自然就又可以开始做report了 但不幸的是 刚刚提到的这位客户 当时还没有找到我们多次出咨询 那他看到政府不让他做report了 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看到网站网上说 CERB转EI需要等一段时间 但是他并不知道他需要时常上report的网页去查看 于是就这样傻傻地等了一个多月 那前一段时间 才因为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收入了 忍不住四处询问 那经朋友介绍之后找到了我们 那这才知道要怎么做 结果上网看了一下 他其实早就可以开始做report了 但是前面已经错过几次report 无法再在网上补回 那只能打Service Canada的电话跟officer说明情况 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个Service Canada的电话呢 是非常难打的 他也是花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才打通 好在电话那边的Service Canada的工作人员也比较理解 成功地帮他补回了前面的EI 那他自己也跟我们讲 如果早来咨询我们就好了 过去一个月也是白白的担惊受怕了一段时间 那下面呢我们来说说客户2 这位客户呢是前段时间因为疫情失业了 他拿到ROE上面的离职原因 也是非常正常的code A 也就是layoff裁员 那正好那段时间CRB 也就是加拿大复苏福利新鲜出炉 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CRB的信息 他的朋友也告诉他 CRB的申请资格就是收入比之前减少50%以上 你这是全部收入都失去了 肯定符合CRB的申请条件了 于是他就决定去申请CRB 但是就在申请之前 他也是在偶然间看到了多足处在YouTube上的我的视频 那了解到CRB的申请资格还包括一条前提 那就是不符合EI的人才可以申请CRB 而且不符合条件的人如果冒领了CRB呢 后果也会非常严重 那他赶紧联系了我 问我能不能帮他处理他的案子 那我告诉他 他的情况呢 应该是去申请EI的 而不是CRB 他也是很感谢我们帮他避开了差点遇到的冒领风险 那还有一位客户 也就是客户三 客户三是一位年轻人 他的英语也很好 那他因为在国内的家人生了非常严重的病 生活已经无法自理了 需要他的照料 于是他就停止工作回国照顾家人了 他在网上做了research 直到回国照料家人的那段时间 他其实是可以去申请EI Caregiver Benefit 他也自己去网上成功递交了EI Caregiver的申请 但不知怎么 他的申请迟迟没有消息 那他找到我们的咨询后 我建议他先注册一个My Service Canada Account账户 等他注册好之后才发现里面显示 他的申请已经被制了 那我帮他review了一下他的case 发现他应该是符合这个福利的申请资格 但是被制的原因呢 应该是因为太晚申请的缘故 于是我又帮他递交了anti-date form 向Service Canada解释为什么会晚递交申请 并申请了reconsideration 还补齐了全部的相关证明材料 最后政府批准了他的申请 其实福利申请呢 说简单也不简单 说难也不难 关键在于你是否掌握了最新最全的资讯 最正确的申请途径 以及最快的后续处理方法 建议大家如果想要申请福利 最好仔细阅读并研究一下 政府官网列出的信息 不要被不实信息误导 人云亦云 如果对自己的申请有疑虑 对自己的英语水平 以及信息来源不够自信的时候 多多咨询专业人士 很多福利申请都是只要做好第一步 就能免去后续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平台 多多关注多资处为大家带来的 全方位的第一手资讯 如果有问题 多多联系我们的顾问 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的内容 或想要在我们后面的视频里 想要听到的内容 请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告诉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